在19世纪40年代 Bavarian移民Johan Graham从德国带来了一些葡萄幼苗 种植在Bagrosa Valley的Chicops河边44亩的肥沃土地上 在往后的100多年里 从河边的小铁矿石酒坊到Olando的酿酒厂 Johan和他的子孙们从没有停止过 拖展葡萄酒的事业的脚步和追求 在这里Johan开辟了他的第一个商业葡萄园 也就是在这里 Johan在1850年迎来了葡萄园第一次大丰收 你知道吗 在这里除了可以享用美味的午餐自卖呢 其实这里也有收客的哦 我现在就要做回学生了 在我身边的这位高级厨师 Jenover 他今天就会教我如何烹饪 好 K Hi Jenover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这个气派十足 古色古香的室外葡萄酒园的厨房 真的令我非常的震撼 这个课程还包括了刚才大家所见的厨师 将我怎么样选用食材 如何把食材用得淋漓尽致 看我刚才手忙脚乱的样子 应该没把大家吓着了吧 这就是我今天的杰作 我在这里也算是Chef of the Day啦 那现在我们就要尝试一下我们两个的杰作 在这美丽的环境下 可以煮那么美味的食物呢 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Cheers again 我常常说 吃饱过后要适量的运动 我现在啊 又要开始运动啦 在这个园区内 你可以骑着脚踏车 好好的欣赏整个Barossa Valley的景色 不说了 待会见 fala 你怎么知道 不care 你 我李洁 快